天一棵榕樹下 是我懷念的地上 我超級早想 不好意思 合唱魚天的招牌歌 余小平 吳佩儀 再度同台 大和解 爸爸有不想見我嗎 沒有啦 你等等結束要不要來我們家 哇 這個好啦 我家有 好多狗狗 我有一隻好漂亮的牠 等一下 給牠去視察 高興還派余小平 訪問莊不時 主動勾著吳佩儀 群戰對手 變成好似姊妹濤 還想幫牠牽紅線 一單身而且跟牠年紀差不多嘛 而且一個摩羯一個是處女 兩個都土香 應該蠻合的啊 佩儀怎麼樣 怎麼樣 我吃他的菜嗎 應該可以喔 甜甜的啊 對 最她的印象是 單身人物配音很ㄍㄧㄥ 有點尷尬 反倒是與小平比較大方 有家庭遺傳 初次選議員老爸宇天 更為他在總統面前拍桌 嗆民進黨中央 EQ太低 其實就是 就是爸爸太愛我了 很多人跟我說 其實應該要感謝余大哥 讓你的知名度變高 余小平有霸稱 要無配大打小英栽培 更以新人之姿 掛出17面看板 遭質疑 由黨中央金援 選舉不公 你是希望看板 數量可以越來越多 所以如果還有朋友 願意可以借用給我的話 借給我啦 你都17面了 你還要 我才六面 你17面還要 你不要借我啦 余小平 吳佩穎 互相拉牌 把爭議變助攻 搶桌版面 中整萬華區 綠營其他五位新秀 沒靠山的 明顯被邊緣化 只有張大鵬從日文台北報導